鱼池香农会所办理的日月潭红茶评件 正如火如土的进行当中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总件数有些许减少 但整体的品质来说还是相当不错 鱼池香农会举办日月潭红茶的一个评件赛 在今年开始 总共从4号、5号跟6号这三天会做评件 那我们将会在6号的下午大概3点半左右 去公告这一次今年 所有获得我们头等特等金职 所有的优质以上的名称 那在这一次我们总共有679件来比赛 高温多湿多雨水 所以导致说我们茶树的生长是不好 然后品质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 没有往年好 但是今天再喝起来的部分 其实也喝到很多 好几个茶样是蛮让人惊艳的 这代表说我们的茶农这些制茶的技术 应该是有所提升 评审也指出 今年因为雨水过多 所以农民在制茶上面需要下许多的功夫 尤其后期的保存更是关键之一 六七八这三个月份雨水过多的一个情形下 导致我们一个茶树生育受到一些影响 包含年制茶的部分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也因此在尾调上 还有就是在干燥度的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在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保存上 尤其是在保存的一个部分 就等同于说因为我们雨池地区这个部分 湿度比较偏高 如果我们做好的一个茶干 如果保存不良的一个情形下 很容易就是会跑成位的一个状态 先远王秋淑想当感谢农会的用心 并表示透过瓶剑能够检视今年红茶的品质 也可以提供最好的红茶来给民众 瓶剑的第一天 在我们十月二十一 也要来办理到我们的红茶文化剂 这都是每一年在我们的蜜蜂 都会来在我们的相三才来办理基性 因为这次红茶的瓶剑 也会来在我们的红茶文化剂 我们在十月二十一后来做成颁奖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农民都因为非常辛苦 在整到我们的老弟品质都非常优良 欢迎我们的相亲好朋友 如果要加以我们的老弟 可以共同来给我们的相亲 来给他鼓勵 来给他算命 龙会也强调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 于相三活动中心 办理日月潭红茶文化剂 欢迎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接着邱平毅与直香采访报道